看看新闻吧 为此事昨晚大骂郭麒麟至半夜 你凭什么考虑不周 观众花钱了买票了 必须对得起人家 天下说相声的都能胡说 唯独你不能 第一你是我儿子 第二你是德云社的 在合适的场合 用合适的技巧说合适的相声 才是真正的相声艺人 唇子无知糊涂至极 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郭德纲措辞严厉 郭麒麟立马在微博上认错 立志成为一位专业过硬的 德云社相声青年 昨晚诗歌岳云鹏 与宝丽剧院举办了相声专场 我作为助演 与搭档颜鹤翔表演了阴阳舞行 但我考虑不周 此节目并不适宜在大剧场商演 导致气氛降温 由于我的失误 既为活跃气氛 又为展现自我 在这里向乐诗歌与观众 致以深深的歉意 希望大家原谅 学生定当加倍努力回报观众 同样在娱乐圈展露头角的 还有新人杨乐 他是著名演员杨立新的儿子 刚刚从美国学成归来 目前签约在华谊兄弟 而早在毕业之前 杨乐就曾客串过 唐山大地震 《非诚勿扰2》等多部大片 堪称新二代中 一颗冉冉上升的希望之星 你怎么打人啊 去去去 杨立新透露 父子两人有计划 在下一部华谊兄弟的作品中 连昧演出 杨立新正期望 这位娱乐圈的新青年 脚踏实地地成为 优秀青年的典范 我儿子今年刚刚毕业 现在已经我们一起上下一个 华谊投资的一个戏了 我就觉得一个年轻人 先踏踏实实地 干好眼前的事 有一句老话叫 不积魁步 未曾千里 目标远大是好事 但是脚踏实地更是重要的 此外 新二代们也涌现了 不少偶像派的新青年代表 港姐赵雅芝的小儿子 黄凯杰的照片 日前在网络上流传甚广 24岁的黄凯杰继承了 母亲得天独厚的外貌条件 无论长相还是气质 都颇具形象 在美国读完本科之后 黄凯杰选择进入 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攻读研究生课程 此称母业已是指日可待 如果你儿子一去娱乐学 你会感对吗 会给什么意见呢 其实我是看孩子 他的爱好发展 去培养他们 所以最主要看他自己的编剧 可能他学校的时候 他们中学的时候 有很多这方面 各方面的 比如说他音乐方面 他们学校 也要自己去写曲的 娱乐新天地 宋小彤综合报道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青年节 所以按照相关部门的规定 14到28岁的青年 可以享受半天的假期 但是我估计 可以享受到 这一美丽假期的青年 不会太多 但是这也并阻碍不了 我们这些适龄的 乃至是超龄的朋友们 如果你享受不了假期 那我们就在微博上 追忆追忆青春吧 好 接下来微博评论时间 我们就交给朱一静 好 那就像我们刚才 在片子里报道的那样 现在微博上引发追忆的是 明星们的预兆 像本山大叔的 妩媚相 凤丹丹的健美图 以及李勇的飞翔版亮照 都让观众刮目相看 引得很多网友 纷纷感叹说 岁月真是一把杀猪刀 我们来看一下 有网友说 岁月会把石块磨成圆的卵石 可岁月又为何把勇哥削尖呢 难道岁月如飞刀 对勇哥一顿削吗 其实我觉得勇哥长得 挺有特点的事吧 多好呀 我觉得自从很多明星 把自己照片 放到微博上 也带动了普通观众 他们也是流着泪 在昼像片中 怀旧了往昔 就有网友说 刚也翻了一下照片 找到自己19岁时候的旧像 看完内流满面 时光 岁月 一去不复返了 其实谁没有青春过呢 而那些已经在 年轻边缘线上挣扎的人们 便开足马力 要留住青春的尾巴 像这个网友说 这辈子最后一个 五四青年节假期了 我今天修不了你了 今天一旦修不了你 这辈子就再也没机会修你了 这辈子咱们就凑合过下去吧 不跟青春说再见 五回七年做到底 我不哭 我不哭